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我的新北市 那麼國中會考剛結束 相信很多的考生現在正在煩惱說 接下來應該怎麼來選田這個志願 是選這個高中 高職 或者是專科呢 那麼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邀請到了這個在技職界有所謂神雕俠侶之稱的一對夫妻 同時呢還邀請到這個在技職這條路上 他做了一個自己的一個選擇 那也堅定的在走這條路 今天就和大家來分享 他們怎麼在技職這條路上走出他們的一片天 那麼首先來介紹到的這一位是我們 樹仁家商校長秘書曹元智 曹秘書 秘書好 大家好 我是樹仁家商秘書曹元智 在介紹這一位是樹仁家商美容科的老師 同時也是獅多獎的得主 謝沛珍 謝老師 配張好 大家好 我是樹仁家商美容科 謝沛珍老師 再介紹這一位是樹仁家商美容科的傑出校友 現在是就讀這個黎明技術學院的蔡芸山 芸山好 大家好 我是樹仁家商畢業 現在就讀黎明技術學院的蔡芸山 是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主要就是希望三位能夠來分享一下 你們在季質這一條路上 是怎麼走出自己的一個世界 然後有這麼好的一個成就 也幫助現在可能在面臨 接下來會考結束之後的一些學生 他們在選田志願的一些參考 應該會很多人在迷惘啦 可能家長會覺得說 就念高中啊 但是有些又覺得我就是不太會念書 我想要學習一技之長之類的 我們希望說能夠幫他們能夠比較清楚的認識 到底季質教育能夠帶給他們什麼樣的一個願景 那首先我想先請教這個佩真 佩真先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知道你以前是洗頭小妹對不對 那後來因為也遇到的這個貴人老師 然後慢慢的一個引導你 所以呢 參加了各項的一個競賽 有非常優異的成績 那是不是來分享一下 你當時是怎麼決定走季質這條路的好不好 好 謝謝主持人 其實我在16歲的時候就當過洗頭妹 因為國中那個時候不愛讀書 所以就在所謂的放牛班 那自己就覺得自己的人生就這樣嗎 那一直到國中畢業要選擇記職 那時候就選擇高雄樹德加商美容科來就讀 那一直白天都是在美法院當洗頭妹 就是這樣學洗頭 到高二的時候就遇到我的貴人 我的老師 曾樹梅老師 他改變了我 他跟我講你要透過比賽來翻轉自己的人生 所以老師就一路輔導我 然後讓我參加全國技能競賽 北區分賽 然後一路拿到成績 保送了台南家專 國力評科大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機緣 然後老師改變翻轉我的人生 讓我從一個洗頭妹 然後改變自己 那所以我也希望把老師給我的這一份愛 然後繼續傳承給我們現在的學生 然後希望用生命感動生命 用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希望能夠溫暖更多的孩子 所以佩生你說你是放牛班出身的 好那隔屁這一位呢 我們曹秘書不一樣喔 是這個高材生喔 但是呢你也是因為一個考試考不好了 所以呢可能從原本的應該是建中的 或者是說反正前三支援的 但是呢也變成了去念記職學校對不對 所以曹秘書也來分享一下 當時是怎麼樣的一個心情 因為就當時的社會氛圍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記職真的就是不會念書的孩子 或者是說可能家境比較不好的 需要去學一記之長的學生去念的 那以你的狀況去念記職 所以你當時的一個心理狀態是怎麼樣的 謝謝主持人 這個時空背景就是 當初的時候唯有讀書高 萬般皆下屏的概念 真的 所以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剛開始會非常的排斥 覺得說是不是就要重考 因為當年的重考班是非常盛行的 如果你沒有考上前三支援 那可能是 你一輩子就完了 對對對對對 就是變好像對不起這個祖先的感覺 就好像一定要重考才可以重新來血池這樣子 那所以一次過去的考試是一次定江山 如果你一科考差了 你可能就沒有機會考到好學校 那一開始的時候去念了松山工農自動控制課 那念了松山工農自動控制課的時候 剛開始的排斥是每天書包是反著杯 就覺得說 叛逆耶 很多的同學都是前三支援 建宗師大附中成功 那我去念個高職 但是既然命運選擇是這條路 後來我發現老天給了我個機會 念了記職之後才發現不是只有讀書而已 我覺得學技術很重要 所以在高中的階段的時候 變我從一個原本國中階段是 只有為了升學這個目的 後來才發現念了高職之後才發現 我可以學技術 我可以玩社團 我可以學習表達能力 學習組織能力 這個才發現說 好像不是只有讀書這一回事情 所以我才發現 其實讀記職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後來也在業界工作很久 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後來又轉頭回來 我本來是在金融業工作 也在資訊媒體業工作了 將近很久的時間 後來又回到學校來 就很想把這一段的歷史 都分享給我的學生 要告訴選擇記職這條路是對的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 台大的葉秉承教授 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說 台大很多學生 他考上了台灣的第一志願 但是有很多的學生 後來都選擇修學 或是選擇轉系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 所以我覺得 剛才像主持人講的會考結束了 很多家長在關心 小孩子是要念高中 念高職還是念武專 我覺得要多聽聽小的想法 但是家長可以透過很多的一些 現在網路的資訊時代 我們去分析 到底哪個環節適合這個學生 其實選擇非常重要 選擇一條正確的路 讓你的小孩子可以選擇他的未來 謝謝 那佩晨剛剛是講說 他是其實遇到貴人 才開啟他另外一段 那你是自己在高中就突然頓悟嗎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在高中階段的時候 才發現說 過去在國中階段的時候 因為是在升學班 同學都非常的優秀 但是去念高職才發現說 好像我也變成優秀了 因為在國中階段怎麼考試都覺得說 好像都輸人家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學校是一個明星學校 所以很多的優秀的都在這一班 但是去念受傷功能的時候 才發現說 其實我也不差 你變成是那裡的學霸 對對對 就覺得說 好像就產生自信了 是 就開始覺得說 我要從事什麼樣方面的工作 當初的時候是覺得說 我喜歡走商業 喜歡走這一個氣管 所以才非常專心的去研究這些 以後專科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是要先念完二專 當完兵再念二技 念完二技之後 你可以再念研究所 所以當初就是覺得說 我就要走技職這條路的時候 就是一步一步的學習 一步的學習 然後學習到後來才發現說 真的念技職這一個東西 樹葉有專攻 所以我可以學到更多的領域 不是只有升學科目 而且可以學到一些專業科目 是 那學到專業科目之後 很多的老師的帶領之下 也有技術 也有學會表達 所以後來到外面工作 其實得到了很多的貴人的幫助 也協助很多公司的輔導 所以從企業中去學習 那學習完之後就會回到學校 所以這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那些的一個經歷變成都內化成 你可以之後來教育這些孩子們的一些 他們未來怎麼去規劃他們人生方向 你其實提供了很多的想法跟意見給他們對不對 因為你都經歷過 謝謝主持人 我覺得念技職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要找到一個有經驗的老師跟願意去分享的老師 所以我後來在教育現場走了22年 所以我創造一個叫VTS的創意教學 那為什麼要創造這VTS的創意教學 因為很多念高職的小朋友一開始 他就是沒有覺得說沒有方向性 我只能不是念高中 我只能不是念武裝 我只能是在念高職 所以我們創立這VTS的創意教學 先要給學生一個view 給他一個視野 視野 給他一個價值 所以剛才佩晨老師講到 為什麼我們想帶學生去參加比賽這件事情 透過比賽的時候可以給學生一個視野跟一個價值 就像今天我們帶來的雲山同學 也是用這個VTS創意教學 給學生視野 給他價值 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 第二個 老師要有溫度 沒有金牌的教練就沒有金牌的選手 我們要怎麼去訓練這個選手 不是一開始就先訓練技術 我們要訓練他價值 訓練視野 訓練完之後老師用很大的溫度 很大的熱忱給了學生 不斷的訓練 最後還是一個舞台 如果沒有這個舞台 這舞台就是比賽 或是很多的一些活動 讓他訓練 如果得到成績 這個學生就開始不同的視野 不同的價值 但是如果沒有成績 這個也是要學習的一個過程 所以VTS創意教學就是 我們在這記者的路上 我在這邊也感謝主持人讓我們這邊分享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VTS創意教學 不是只有在學校而已 其實家庭生活 夫妻經營 其實都可以用到VTS創意教學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VTS創意教學法 雖然說我們曹秘書創造出來 但是必須要有人去落實對不對 那落實的那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佩甄老師這裡對不對 那是不是來分享一下 你怎麼樣來帶領我們美容科的一個學生 尤其您自己又成為了這個 算是全國唯一以美容科老師 這樣的一個身份 得到我們的師奪獎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 怎麼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美容科 教育成這樣子 師奪獎的一個得主 謝謝主持人 其實VTS創意教學法 它在105學年度呢 我們有參加新北市的教學卓越比賽 也得到了特優 那108年得到優等獎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VTS創意教學呢 帶給學生視野、溫度、舞台 所以得到了這一些獎項 那也得到師奪獎的肯定 其實我們在美容科的經營方面呢 當然我們是透過活動 先在活動之前 先建立學生的一些視野 然後讓學生覺得 他自己來讀技職是有價值的 那當學生有了自信之後 他就會跟隨你的腳步 那我們有比如說 在我們的科內的一些競賽 還有校外的競賽 那我們在疫情之前 也會帶學生走出國際 參加比賽 那校園內的我們的成果展 這個成果展的分組學習合作 也是讓同學透過共同學習分享、溝通 他們在這個我們的一個 因為現在學生他們有時候欠缺溫度跟互動這一塊 所以要讓學生學習去跟人家溝通 所以在美容科的部分 我們的整體造型、專題製作、成果展的部分 就讓學生有分組學習合作的機會 那透過這個溝通、協調 讓他們漸漸成為一個有溫度的人 然後有溫度的之後 同學共同學習之後 他們共同有這個搬梯子的能力去創造這個舞台 所以同學透過了我們的VTS 就是創意教學 慢慢的對自己有了自信 肯定自己的價值 然後也成為一個有溫度的人 因為他們看著老師 看著看著他們自己無形中的一個學習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之前有談到 我們有孩子在長庚科大 他也會學習回饋分享 這個都是他們跟著老師這三年的時間 看到自己的一個價值 看到自己成為一個有溫度的人 然後所以在這一塊的部分 美容科也一直不斷的創造一些成績 對 是 所以其實可能剛開始念高職的學生 他們的一個心理建設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怎麼建立它正確的 你未來在這個高職在職校裡面 你要自己建立怎麼樣的一個事業 對不對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建立自己的目標 那當然老師的一個引導跟學校的一個 願意去支持是非常重要 對不對 尤其現在其實講到這個 因為教改廣設大學之後 對不對 感覺大學有點掉價的感覺 所以慢慢的那個技職的 那個技職教育的那個氛圍又回來了 開始重視所謂的一個技術教育 所以會有所謂的職業試探 所以兩位經常到國中去分享 所以找到了我們雲山 跟雲山結緣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雲山你也來分享一下 當初是怎麼跟老師來結緣的 怎麼讓你走到這個 從素人加上開始你的技職生涯 會接觸技職是因為當初在國中技一班 然後遇到了香奈亞老師 然後他也帶著我參加彩妝比賽 那也因為接觸到彩妝我發現 哇原來我對彩妝是這麼有興趣 所以因為彩妝所以我選擇了技職 我就就讀了職校這樣子 但是聽說有點那個過程有點 呃怎麼講 原本是希望去念專科對不對 那為什麼回來了素人 因為我很喜歡彩妝 可是發現跟老師很有緣 然後老師他也願意帶著我往前走 然後當然遇到好的老師就是要跟緊腳步 所以我就選擇跟著老師 然後從更新就轉到我們的順甲上 聽說更新都報了名 然後那個服裝錢都花了對不對 但是在最後還是覺得 就是那個當下的那個最終的決定是你 還是家長 還是說老師這裡有給你怎麼樣的一個心理建設 我自己很想要 然後我就跟老師討論 老師就支持我說 你要堅持 你要跟爸爸媽媽講你的想法 然後告訴他們你想要怎麼做 然後讓爸爸媽媽媽支持你 所以我就是跟爸爸媽媽溝通 然後就順利的到老師這邊來了 是 所以爸爸媽媽媽後來是支持你的 那您在這三年 在這個素人家上的一個表現 有沒有爸爸媽媽給你很大的一個肯定 覺得欸 你真的選對了 有 是 那在老師身上學到了什麼 學到了很多 老師常常會鼓勵我們說 時間花在哪裡啊 成就都在哪裡 然後要堅持下去 也是因為這些鼓勵 所以我們在很多比賽上都順利的完成 也拿到了好成績 是 所以現在 大概在黎明技術學院嘛 然後繼續走這一條路對不對 那有沒有說到了畢業之後 老師不理你們了 沒有 老師還是會關心我們 是 是 是 有點就是 雖然是說已經離開校園了 但是對兩位來講 你們還是把他當成是自己的學生 剛剛其實秘書有講到 終身保固的一個概念 只要有需要其實就是回來找老師嘛對不對 好 是 那我再請教 因為剛剛學生一直稱呼你香奈兒老師 所以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奈兒老師怎麼來的 其實我一直希望呢 我們美容科的學生 就像香奈兒精品一樣有質感 那我自己也期許自己呢 在教學環境的氛圍裡呢 能夠飄著香氣 那對學生要有耐心 而且要耐得起考驗 那也提醒自己跟學生 都要實時保有兒時的赤子之心 對 是 所以這是香奈兒老師的由來 他的耐是耐心的耐 是 所以呢 學生也都能夠感受到 你這樣子的一個熱忱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你的學生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你都以自己過來人的經驗 來跟他們做分享 聽說還有這個 可能英文本來還不會的對不對 但是畢竟走美容這條路 他未來可能語言方面還是要去學習 所以好像還有一位到歐洲發展 也是當時有一些狀況對不對 是 其實主持人提到這個孩子呢 他在國中進到我們素人的時候 他的那個時候的國中肌測只有8分 他成績很低 對 那英文真的都是個位數看不懂 那在班上成績也都在後面 那一個姻緣機會就是帶著他 參加我們全國家事記憶競賽的 美髮比賽 那因為透過比賽讓孩子有自信 所以開啟了他的視野 然後他也到國外去比賽 那視野更不一樣 那也更肯定自己的價值 所以後來呢 他就到英國博明涵攻讀碩士 也順利一年之後就取得了碩士學位 那自己也非常的積極 現在在法國巴黎擔任彩妝師 對 所以這個孩子也 他的故事呢我也常常跟我們的孩子們分享 學姐這麼優秀 你們也要提升自己的 國際英文的語言能力這樣 是 所以學校就是會多多的鼓勵嘛 除了這個技藝競賽的部分 其實語言也不能夠輸人家 是不是 因為呢 這個美容科必須經常到國外 然後來去做一些比賽 那如果你聽得懂能夠講 那應該機會就會更多對不對 那我再請教這個秘書 其實以目前新北來講 對技職教育這一塊還蠻重視對不對 但是私校的資源 這個功利的資源 比起來您覺得如何 謝謝主持人 因為現在少子化現象 所以在這個教育經費上面 當然是功利還是比私利的優秀 但是目前私利學校透過一些競爭型的計畫 就像我們素人家商 我們素人家商在位於三英地區 那我們是有四群九科 那因為三英地區的大部分都是 的學生的 也有比較優秀的學生 但是大部分的學生都是 設計地位比較低一點 所以變說在三英地區 剛才主持人特別提到一點 念職業學校的目的就是希望 以後未來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是 有好的工作他才可以 後來他未來他完成他人生的一些計畫 所以 念職校的目的就是要銜接 所以我們素人家商有四群 有九個科 我們又成立了這個階梯式的建教班 那為什麼叫階梯式的建教班 就是希望學生從工作中得到了一些薪水 而且現在在新北市剛才提到說 因為公私利的差距之後 念私利的階梯式建教班 他是免學雜費 所以他到外面工作 他一個月可以拿到兩萬五千 兩萬五千兩百塊的基本工資 所以學生透過這個模式 他就可以用心的在學習上面 所以從職業學校裡面的學習 剛才又提到說語言的部分 所以新北市現在很透過這個雙語教學 專業技術能力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模式 透過比賽透過這VTS的創意教學 希望學生可以來讀書就近入學 在地入學 讓學生從學習中得到成就 那得到成就之後 他可以半工半讀 也可以繼續完成他大學學業 所以在新北市的這個技職教育 大概就是用這個模式在推廣 所以很多的學生都願意留在就近的學校就讀 因為最近也看到 新北市推了一個公車廣告 就希望說學生不要花太多的交通成本 他可以就近的在這個學校念書 多睡一點 讓他自己的成長發育可以更好 所以很感謝新北市教育局 給我們技職的一些動力 而且新北市是唯一有技職教育科 而且新北市很多的技職老師 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希望新北的技職教育可以越來越好 其實在新北推動這個技職教育這個部分來講 他們還蠻重視所謂的一個職業試探對不對 像剛才雲山也是提到說 是因為職業試探這個部分認識老師 所以你們會經常到這個國中端 然後去分享一下技職的各個類型的一個科目 是這樣子嗎 是的 跟主任報告 在現在新北市教育局的做法 的方式是在國二的時候 他在八年級的時候就有一個叫做職業試探 是 就是讓一些比較屬於不是學術型導向的 他是屬於操作型導向的學生 他可以到新北市各個 這個職業試探中心 去體驗 讓學生會了解 如何去選擇適合他的職業 然後透過外部的力量 就像說找一些高職老師 或是找一些業界的工作者來去做分享 讓學生可以了解說 就不像我們過去那個年代 我們都不懂得這些職業的試探 那現在這個方式可以讓學生先提早了解 而且現在是網路的資訊的時代 我們透過一個宗旨下去之後 很多學生開始就會想要 找尋他未來的方向 所以不是只有高中可以選擇 為什麼技術型高中 透過這職業試探 然後再來到國三就是九年級的時候 就像雲山同學一樣 他願意參加記憶班 他在一整年的時間 他上下學期 他會學到兩種以上的職群 最後他會選擇他想要高中 他念哪個方面 就像雲山同學 他對彩妝有興趣 所以他就學習彩妝 那學習彩妝的時候透過比賽 那我們在學習他的表達能力 讓他更有的自信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主持人提到說 我們是終身保固 他就像我們的女兒一樣 我們希望他越來越好 這個就是教育最珍貴的地方 是 其實雲山有講到說 他本來是對這個美容有興趣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也有一點糾結 但是呢 我們佩政老師其實有跟他分享 其實不要那麼樣的一個 專攻某一個部分 他應該是比較全面性的 對不對 那雲山你怎麼後來去接受 老師這樣子的一個 跟你的一個解釋說明 然後慢慢的你會不會希望說 未來也是全方位的去走美容這一條路 老師有跟我提到說 也不能只有妝 因為未來你想要走新秘啊 還是職場上其實不能只有妝 妝要配合法 所以老師也鼓勵我多多學習法 可以的話也去把遺疾證照考起來 這樣對未來的工作比較有幫助 是 所以你現在遺疾證照拿到了嗎 我二年級要考沒把遺疾證照 就是準備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技職科來講 它的證照其實是非常重要對不對 那是不是請老師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您認為就是念妝職的孩子 他最重要的一個學習的方向是什麼 其實妝職的孩子 他除了這些觀念價值的建立之外 當然他的技能的部分 要得到這個專業證照的肯定 所以我們希望孩子能夠透過記憶的訓練 然後能夠得到這個證照 所以雲山我也鼓勵他 他美容以及拿到了 接下來在大二就要去規劃自己的眉髮 以及證照 那眉髮本來是他比較排斥的 可是他現在也可以慢慢的接受 希望走比較多元化全方位的一個技能 讓他能夠整體造型都能夠做得到 所以除了這個技術之外 要透過我們的證照來加持肯定 我們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好像念記紙 他應該就是比較輕鬆 可能就是念書不用念 但其實他們在技術這塊花很多時間 對不對 我其實常聽兩位在那邊分享說 學生花了多少時間弄個頭啊什麼的 老師也跟大家講一下吧 其實孩子要專注把一件事情做好 那一直不斷的練習練習再練習 這個就是我們技職教育的精神 對那學生花很多的心思去投入去做這個技能 然後最後得到這個證照的一個肯定 其實對學生來講也是自信的建立 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一顆頭你怎麼弄那麼久 為什麼 其實也是訓練孩子的專注 那跟耐心 那一顆頭的一個髮型的一個完成度 當然是除了他的耐心之外 他的美學素養也很重要 就是要培養孩子的美學素養 然後讓他有這個設計的能力 這個髮型要怎麼做 然後搭配臉型 然後整體造型 所以我也建議我們雲三能夠走整體造型方面 對 是 我聽說就是因為美容科的關係 你是美容科老師的關係 所以我們曹先生 曹密修 對您在整體的一個造型上要求非常高對不對 對 覺得老師就是自己本身就是 要把自己的形象打理好 因為學生他們也喜歡看美的東西 所以自己當一個老師 就要把自己的專業形象塑造好 這是他對我的要求 他對你的要求就是不能夠只是一般的美容科老師 你是香奈兒老師 所以他整體造型上都要非常非常的照顧到對不對 好 那再來請教這個秘書 其實未來 當然我知道說素人家商不是美容科優秀嗎 其實這個餐飲科啊什麼 資儲科什麼的其實都非常非常的一個棒 那當然我們今天分享的是屬於美容科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請教這個秘書就是說 其實對你們來講 你們不只是說在學校授課對不對 你們還會經常去收集一些業界的一個資訊 因為畢竟未來孩子他本來就是要朝向這個 都是要去工作的 所以你們其實都幫孩子們整理了一些最新的這些職場上的資訊 來跟學生分享 那是不是跟我們提一下未來美容科的一個未來性好不好 好 謝謝主持人 剛才提到這個美容科跟其實只要是屬於技術型高中 一定要跟業界結合 剛才為什麼說我們一定要跟業界多接觸 因為只有透過業界最新的資訊 我們才可以了解到業界需要什麼 我們要訓練怎樣的學生 所以這個產學落差 有人是說在學校教的跟外面所需要的好像有點落差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業界結合 所以就像剛才提到說 為什麼現在很多餐飲客流行 為什麼要行男大主廚 一個廚師如果可以把自己穿得非常的光鮮亮麗 他又可以把菜做得非常好吃 他又可以把這個菜說了一道很好的故事 非常好的行銷 所以在讀技術型高中 不只只有剛才一直提到說不只只有學技術 他還是要學表達能力 他還是要學服裝儀容 所以為什麼要重視儀式感 所以很多的學校會舉行拜師禮 樹葉有專攻 其實台灣應該要有職人的精神 而不是像說萬般階下品唯有讀書高 今天透過這個節目是要讓各位家長了解到 其實念技術型高中只要他選擇一個好的學校 然後他跟到好的老師 這個老師可以一直帶著他走向他人生想追求的目標 所以儀式感為什麼要感恩 為什麼要讓學校了解說 我們家長送來學校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教育這個小孩子 所以我一直提到說VTS的創意教學 又提到說如果有視野他就會感恩 如果他有價值他就會回饋 如果他有溫度他就會永續 如果他有舞台他就會傳承 這16字的真言就是希望讓很多的家長了解到 技術型高中就像剛才主持人提到的 不是來念技術型高中不用念書 他反而是要更認真找到自己的方向 他透過這三年不斷的練習不斷的練習 我們經常講的一句話 時間花在哪裡成就就在哪裡 如果你時間都花在手機上 或許你是打著一個電動比賽的冠軍 也是不錯的 但是重點你要花在對的地方 你要成為一個斜槓人才 唯有成為斜槓人才 你才可以在這個你的人生裡面創造無數的亮點 謝謝 是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跟我們分享 你們的一個技職之路上的一個心路歷程 也提供給目前可能正在為了選田志願 而煩惱的家長跟學生們做一個參考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夠好好選擇你未來的升學路 謝謝三位來賓的參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